金超老师 当年高考 他们家那片的文科状元 提这没必要 当年高考 二百一十大几 哎呀那是 二百一十怎么还大几 显多啊 显多吗哥 那大几在个位上呢 对对对 还二百一十大几 我是文科状元 怎么家 我们家门口住的都是弱智 是不是 你这话说的 什么不像话 没有那么低 你忘了 那年有特殊情况 对你先给大伙介绍这个呀 各位 他参加高考那年呀 B卷考试 你知道吗 情况特殊 不是我记得好像 哪年也不是开卷的 对对对稍微太 考了一个七类砖 我天呀 你听说这砖得多累呀 七类砖 学的美容美发吗 没有啊 没有别瞎说啊 你跟你哥没法比 什么 你跟你哥没法比 什么 哥 你 你比我还刺呢吗 你啥智商啊 不是我以为我这样就倒极致了 你比我还刺啊你 我比你当然好多了 您比我强啊 知道我那所高校吗 你给我说说呀 说说大家都得羡慕 我听听来 我也是年轻的朋友 你说来来 我们那学校 211 不是那你不如我呀 我二百一是大几呢 是不是各位知道 那六以上才算大几 对不对 我最起码我七 我比他高六分呢 你再哈拉哈拉 别丢人了 怎么着啊 二一一啊 二十一世纪一百所重点大学的简称二一一 你别老说这个黑话 你说我这黑话 不是我听话 我说九八五呢 没那么多分 哈哈哈哈哈哈 我算我一共不六百多七百多一点 对不对 要多丢人有多丢人 怎么了 就干净我哪所学校的 您说是哪所学校的 嗯 哲大 怎么哲大起什么美声的范啊你 哲大知道吗 浙江大学啊 哎呦孙老师 您考二百多分还知道这学校呢 哈哈哈哈 我告诉你 你别怕我分低 嗯 我填志愿谁也管不着 哈哈哈哈 有意思吗 我有一颗向上的心 哎呦喂 啊 反正我问你哲大的是吗 对 学什么的呀 学什么 你知道哲大多难考吗 嗯 四年本科 嗯 然后留校查看 嗯 我哎哎哎 我说错了 嗯 留校任教 嗯 朔博联读 嗯 这个研究什么 研究什么你就说呀 现在最流行的 什么东西啊 机器人 我研究机器人 哎 那我问你现在在哪上班啊 机器人小镇 就在咱们这地方上班 哎呦 你知我们机器人小镇有多少机器人吗 有多少啊 种类繁多 是啊 丰富多彩 哎呦 我告诉你 怎么着啊 现在我们研究的机器人啊 能满足你各项需求 是这话吗 对 我想吃饭 有会做的 我想喝茶 有会泡的 我想旅游 有会导游的 我想不劳而获 有警察 不是有警察干嘛呀 不劳而获那不得你吗 不是我就说人工智能嘛 对 而且我跟你说孙长 怎么着 哎你知道吗 嗯 我们当进入这个小镇的时候 整个的feeling都不同了 哎呀 真的我觉得那个状态在跟你这样的talking就蛮low的 怎么怎么着 那你要变是吗你啊 不是我们就那个上班的状态不一样 你们平常都这么说话 对小镇就这样 哇你们镇子里都这样的人是吧 对 那怎么办 你给我来整段的我们听听行不行 可以呀 各位来鼓掌上来一个怎么样 哎 比如说工作日 啊啊 你进入小镇 啊怎么样 打招呼都不同 啊怎么说呀 嗨 Tom 嗨 Jerry 这我看过啊对吧 是不是猫和老鼠啊 是吧 好好逮这个猫啊 我们那里不许养动 啊 Tom 是我们男同事的名字 啊 那你们这同事也是没有什么文化啊 起一个猫的名字 嗨 Tom 嗨 Crystal 这是谁啊 女生叫Crystal 这好听这个 对 这好听 很高兴的marketing的同事能够在一起 你等我这这什么意思呢 这marketing marketing 市场部 哎 很高兴的marketing从事能够在一起 平时大家都是too busy的状态 你等我等我等你 too busy什么意思呀 太忙了 太忙了 对 刚说Q以来marketing从事还是蛮努力的 对尤其在idea方面 等说idea什么意思呀 招 你这个解释是不是有点太接地气了 有点 你说稍微高级点我能听懂啊 总结一下idea还是蛮ok的 当然我们有一些问题 什么问题 就是我们的费用呢 写些没有cover住 你等我等你 cover什么意思 钱不过花了 cover 当然不能一条QR的时候 简单的copy QE的ID 这copy什么意思呀 就后一回我告诉你 我不明白 用原来的 用原来的 对 不能copy QE的ID 是啊 这是one team的一个问题 具体到个人 Crystal 在做proposal的时候 总是不注意自己跟格式 是的 这样我们能提一下marketing professional里面 整个的marketing在公司还是蛮重要的 我希望QR即将结束的时候 能够尽量帮助sells完成他们的KPI 在team building的时候 还在beautiful成绩和大家去share 我还是那句话 我们是个team 你看family一样 应该一起努力加油 Thank you 说的不错 我再问你一个 就是feeling 我再问你最后一个 你有一词 这叫什么 就是你们想要一起晒一会儿 你们晒一晒晒一会儿 晒一会儿什么意思 晒一会儿就黑了 黑了干嘛 你不说晒一会儿吗 晒一会儿 分享 对 你咋这么说不 你别你再一个 我发现你这么说确实挺好听 那当然了 你不能光在单位这么说 你回家 你到回家你也这么说呀 我有病啊 他怎么有病啊 回家我也这么说 对呀 一回家见着我爸正做饭 嗨 汤 你爸也是猫 那你爸属于老猫了 是吧 你爸是猫 你爸是龙猫 我告诉你 龙猫属于Jerry 嗨 汤 在Ready Dinner是吧 我蛮辛苦的样子 做了什么呢 我看一下 黄瓜 这个idea蛮ok的 我天哪 黄瓜有什么招呼啊哥 就是把黄瓜放在案板上 刀放平 就拍黄瓜 对 还有什么呢 tomato 西红柿 potato 土豆 豆腐丝 豆腐丝 这英文我不会 不会你就别说了不就完了吗 就杂死的那些吗 就杂死的那些吗 就杂死的这些 主食的 主食什么呀 就copy昨天的 就剩饭呗就是啊 行你人家条件不错呀 就着拍黄瓜吃剩饭 tom我理解的 我相信这么吃下去的话 非用cover住q1没问题 是啊 你别说q1了 给我干 就你们这样啊 连q7都cover得住 我能不能问你些问题呢 关于这个事情 我希望你可以小见CC给我的妈妈 她的title一下没点高的 当然 我能不能问你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啊 就是回来以后竟然发现 少了一些蛋白质和 纤维素为主体的内容 蛋白质和纤维 微微蛋白 哦 就说没肉呗就是啊 对 为什么没有肉呢 就是啊 我爸也得这么说话 你爸爸也这么说话 对 oh my son 你知道这啥什么意思呀 我儿子 哦 你别比较我行吗 很高兴你能回来 平时都是too busy的状态 很忙 今天给我一个subprime 也喝 但你也看到了 今天的dinnertoo simple 我要向你say sorry 但是我觉得你在社会的时间蛮久了 是啊 是啊 我承认 这么吃的话 费用cover住q1没问题 你看看 甚至还有人说能cover住q7 不是你们说话别带上我行吗 行吗 没关系的 这件事情完全可以写邮件cc给你的妈妈 是啊 当然 还有一件事情我同样想跟你妈妈说的 什么事啊 就是我准备呢 咱们全家迁徙到机器人小镇上去 都搬到那儿出去 一定要去 为什么呀 因为就到那里我这feeling才是对的 是啊 现在没有那种feeling的话 我有种感觉 什么感觉呀 我都不是你爸爸了 你别说了 哈哈哈 哈哈哈 enfim 一